如何快速维修开关电源 我们要找到规律 对于3842的电源管理线片 往往它会出现这个第七角的电压偏低的现象 此时它的输出电压是会零浮的 那么碰到这样的故障典型案例 我们分析必须要排查这个拱电脑组 在三个元基建 那么尤其与这个串联在反馈线圈脑组上的电阻器为特征 我们正点也排查这个电阻器 这个电阻器在电路当中 它以一个碳膜的电阻器形式表现出来 也就是这一颗R11 那么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它是一个色环电阻器 而且色环为中黑黑金的四条颜色的环带 那么中黑黑金这个电阻器是多大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 安装在我们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包 进去进行排查 四环我们点四 好我们看中黑黑金 那么这就是一个十欧某的电阻器 误差为正负5% 它的电路当中作用是线流 这一颗电阻器一旦开路 一旦开路 那么这个反馈电压 它就无法经过这个供电环进行整流滤波 也就无法叠加到3842的第七角 所以3842的第七角电压就会偏低 导致这个集成电路瘫痪 直至整流输出电压为零 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